我是万万没有想到,鸡蛋这样做居然成为了酒店的招牌菜 而且还是桌桌必点的菜,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根据家里的人数准备适量的鸡蛋 家里面有条件的朋友可以选择用笨鸡蛋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再加入一勺食盐 先把鸡蛋清洗一下 因为蛋壳的表面有许多的细菌和杂质 所以我们在食用前一定要清洗一下 洗好后装入盘中 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鸡蛋冷水下入锅中 加入一勺食盐入个底味 盖上盖子,把鸡蛋煮熟 大概需要8分钟左右 煮好以后控水捞出来,再放入凉水中过凉 过凉后的鸡蛋非常的容易去壳 看一下,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把所有的鸡蛋都剥掉外壳 然后再用小刀在鸡蛋的表面划上划刀 这样鸡蛋出锅好看还入味 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油 油热后把鸡蛋下入锅中煎一下 煎的时候晃动晃动锅 让鸡蛋受热更加均匀 一直把鸡蛋的表皮都煎至虎皮状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再加入一个葱结 适量的姜片 一个八角 适量的干辣椒 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上色 一勺蚝油 一勺食盐 一勺冰糖 再加入一瓶老爸喝剩下的啤酒 盖上盖子开小火焖煮十分钟 时间到了 这时候的汤汁已经收得差不多了 出锅前撒适量的白芝麻增香 这小味道嚐一下就上来了 朋友们我每天都用心的叫做菜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大家 鸡蛋学会这样做 真的是太香了 吃起来外焦里嫩的 而且还非常的入味 还有五十多天就要过年了 年夜饭上餐桌上 做上这么一盘 保证全家人快食大厨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